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承袭我们传统部落传统的那种文化 我觉得OK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是 还就是没有女孩子来参与的 好 来关 现在是国内出现了首例的境外移入 H7N9的患者是一名台商 目前持续的在医院治疗 病情严重 但是状况还算稳定 现在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 可能就是出门要戴口罩了 疾管局医师就表示 一般民众使用外科口罩就足以打到防护的效果 但是一定要懂得如何正确的佩戴了 清楚的区分内外 鼻梁的部分也要压紧 这样戴口罩要注意的事项 H7N9疫情不断 台湾有一名病例 全台防疫工作也不马虎 疾管局呼吁民众戴口罩 但是该怎么做选择 疾管局医师说 有活性碳口罩一般来讲是黑灰色的 另外一种就是医疗外科用的口罩 有蓝色以及粉红色 医师表示活性碳口罩主要是移除异味 以及空气中的化学物质 医疗外科用的口罩是专门预防病菌 从外而内有防波件 过滤以及吸收湿气的功能 那你戴的是哪一种 就防疫的观点来看 两者都可以使用 那这个外科口罩会略胜于活性碳口罩一点 那么该怎么戴看似简单 但是有戴口罩的先后顺序 首先将口罩覆盖口鼻下巴 第二个动作是以绑带或松紧带将口罩固定 第三轻压鼻梁片 使口罩与脸颊和鼻贴合 最后再调整口罩 确认已经贴合脸部 并且完全覆盖口鼻和下巴 外科口罩用过就要丢弃 一天至少更换一个 有颜色这一面朝外 另外鼻子这边会有一个这个可以扣紧鼻子 这个部分要把它扣好 这样才可以不会让空气从这边透过去 另外医师也告知民众尽量吃熟食 怎样才算是熟食 所谓熟食的定义就是煮鸡鸭蛋 要以70度以上 这样才算是煮熟 就不会有病毒感染的问题 远乡地区养鸭养鸡 甚至是养鸟的都有 那么有饲养的民众又该如何做防疫 简单来说防疫工作一定要保持卫生措施 特别是自家要凸载鸭鸭时 最好是戴口罩 另外就是要多洗手 尤其是接触到青鸟类 一定要用肥皂洗彻底把细菌洗掉 不方便洗手的话 医师建议用含有酒精的干洗手液 才是正确的消毒方法 最重要的青鸟类的排泄物 不要徒手碰触 最好戴手套或是用卫生纸 机关局强调台湾目前没有 积鸭鹅鸟感染到H7N9的案例 所以呼吁不要过度恐慌 平时应该要养成 良好个人卫生习惯 注意饮食的均衡 适当运动以及休息 维护身体健康 病毒不会来 记者暖算 无流台北市采访报道 另外来关系的是 屏东春日香的七家村 传出登革热的疫情 全村有八名确诊的病例 形成群聚感染 防疫人员担心疫情会扩大 所以前往了七家跟龟虫两个村 三百多户来进行喷药消毒 这个水你们不要放得太久 我知道了 这个水放得太久 它才会长到的结局 就是下雨啊 没有泡河 今年全台本土信登革热首例 出现在屏东县春日香七家村 目前正式全村已有八名确诊病例 新增群聚感染 从29日开始一连两天 疾管局县府卫生局 环保局动员大批人马 在七家与龟虫两村三百多户进行喷药消毒 同时派遣防御人员逐户进入屋内与屋外 进行积水容器检查 持续监控 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 就是依照个案的周围 一百五十公尺 全面的一个很少的动作 大概在五月 五月六号左右 我们会去再做一次检测 看看这个病霉纹 是不是有没有下降 疫情爆发后 卫生局登革热监测人员 在个案住家周围进行疫情与病霉纹调查 发现当地病霉纹密度高 同时人口居住密集 加上当地居民一般都有出水的习惯 其家龟虫两村到处可见积水容器 容易滋生病霉纹 当地居民担心染病上升 积极配合清理家园 加强清除自家的滋生员 卫生局表示 目前仍持续追踪与个案接触者 以及在外就学就业的地点 掌握疫情预防向外扩散 也提醒民众因每天检视 容易滋生解决的室内外容器 并以家里清理 杜绝并没闻滋生 一旦有登革热相关症状出现 应尽数就医 并立即通报 一例卫生机关 及时采取防止措施 记者歌舍 评农春日采访报道 好 继续来关心的是 昨天五一劳动节 将近有三万名的劳工 他们走上街头来游行 游行的主题就叫做官兵民返 三万多名群众 兵分二路走上街头游行 提出了反对政府 年金改革方案 和终结责任制等 七大诉求 劳工团体指明 要行政院长将一话 出面回应 不过在等不到官方回应之下 劳工团体想强行地拉开 围在行政院外的巨马 差一点和警方爆发冲突 三万多名劳工满腔怒火 冒着大雨 缤分二路走上台北街头 高喊反对年金恶休和终结责任制 等七大诉求 用行动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劳工团体痛批 政府提出的年金改革 只会调高费率 延长退休 拿弱势的劳工开刀 不少年轻和老年的民众都很担心 为了自己的退休保障缩水 要求政府要维持劳保年金制度 不要草率改革 劳工气愤的情绪持续升温 游行队伍走到行政院 指明要院长江仪化回应 但等不到任何官员出面 劳工企图拉开层层巨马 要把威权不公全面移除 警方拿出竹竿 阻止劳工的行动 现场谩骂声四起 双方差点爆发冲突 劳工团体尽管无法突破巨马 但扬言在五一之后 将会发起更激烈的抗争行动 面对上万名劳工的怒口 总统马英九则表示 政府将会持续和民众沟通对话 让劳工的权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就算应雷齐多哈林 而角多林少延退 就是政府在这一波年金改革 最主要的一个精神 但是对现在辛苦工作的劳工来说 就是不公平 原住民族劳动团体也声援 由于大量原住民族劳动力 从事的就是低层的建筑制造业 劳团表示 一体适用的劳工政策 原住民族也是受害者 劳工的劳工的团体来到立法院附近 要进行这个抗争的游行 虽然现在是已经是大雨了 但是据刚才的这个指挥车特别提到 光是第一大队就已经突破了6000人 游行民众首先在立法院集合 游行队伍分有三大队 光是第一大队就突破了6000人 民众大喊官逼民反 是因为政府为了要解决 劳保年金劳本不足的问题 为了要开源节流 行政院4月25号 通过了劳工保险条例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所谓开源节流的概念 就是要将年金的费率缴得多 却领得少 把亏损的责任是要 往我们所有被保险人身上 去压榨所有的人 再把钱多缴出来 然后以后再开始领的人呢 是要再把领的金额再往下降 也就是说以后要多缴钱 可是要少领钱 这样的一个原则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提出抗议了 不分族群 这个问题其实是 所有的原住民族也都会遇到的 政府劳保年金 劳本不足 必须要全民买单 参与游行的原住民族人 是要捍卫自己的权益 越休越糟糕 这个劳保年金 事实上是劳保年金 为劳保年金 为劳保年金 在筹他们的一个资金 我们的诉求就是 要保住我们的 那个就是退休以后的 这个生活品质 我们希望我们的劳保越来越好了 这样子 我不希望说我们的劳保年金 能够一直到退路 希望能够政府 政府能够要为工人着想 直到下午三点 游行民众聚集在行政院门口 大阵仗的警力也严正以待 游行队伍从中山北路排到散岛市 当拉起巨马的当下 警察也以竹竿做抵挡 劳工为自己的权益走上街头 但是遭到竹竿刺伤 一场劳保年金的权益诉求 意外造成警民冲突 接着巴鲁马耀台北市采访 而一名都市的原住民族人口 经过调查发现 就业率低于全国平均 而且失业率却是高于全国平均的 台北市政府持续地就办理了 原住民族就业媒合的业务 不过长久以来成效如何呢 其实还有带时间来考验 台北市政府劳动局 持续跟行政院圆明会 以及台北市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合作 提升台北市原住民族就业的劳工技能 智能学院就开了很多的技能专班 像是大课车驾驶训练班 冷冻空调技师训练班等 藉由这次与区里合作 来更近距离的直接跟 北市原住民族人接触 了解就业状况 那这些原住民朋友透过这样的一个短中期的 这样的一个职业训练之后 其实之后都能够顺利的就业 就是在台北市又可以建顾家庭 又可以照顾到自己的经济生活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从2007年起 推动在地型就业服务 在台北市每一个行政区配置一名外展员 透过走动式机动性深入社区 结合礼 领长 议员服务处等 主动发掘辖区区中有就业需求的民众 开发工作机会 北投区原住民族人口数有1374人 驱公所表示在地型就业服务处 就是为了北上打拼的族人 我们会依照我们原住民同胞的这个请求 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那我们会协助他 陪同他到我们五楼就业服务站 做一个等于是一个就业的一个平台 找到他们所需希望的这个工作这样子 根据行政院圆明会提供的 2012年12月底的全国15岁以上的原住民族人数 有39万8672人 就业人口数有24万6277人 就业率有61.77% 许多原住民族年轻人 理想背景在外地工作 其中台北市15岁以上的原住民族人 有11248人 就业人口数有7300人 就业率是64.90% 相较于一般民众还要来得低 这次劳动局与民政局跨机关合作 除了提供就近便捷就业的服务 也期盼能够改善原住民族人失业率的问题 记者安然额算 无流台北市采访报道 好 五月第一天有劳工抗议 自己的薪水太少 日子难过 不过五月的第一天呢 也是政府规定的开始报税日 民众又要报税了 也要提醒您的是 今年报税有五大新的变革 报税第一天加上午夜劳动节放假 台北市国税局上午挤满报税民众 尽管加开柜台和服务人员 等查税和报税的民众还是大排长龙 就是网络申报啊 想来请他们帮我check一下 我是用列举的 如果说要凭证也是要记 干脆人都是要来 干脆就做一次 101年度全国报税户又有567万户 今年报税有五大新变革 包括军教恢复课税 放宽抚养博救 熟职生 等其他亲属年龄限制 小额退税全退还 增加幼儿学前扣除额 新增存款账户 以凭证转账缴税 幼儿特别扣除额 今年是新增加的 另外在20岁以上 过去要再学才可以 现在只要再学 确实受父母抚养 没有职业 这些都可以了 那60岁以下的也可以了 股税局已寄出 309万户税额失算书 如果投递未成 快留在邮局15天带领 民众也可以上网打电话查询 另外房屋税也在 5月1号同步开征 为期一个月 全国总计有791万栋房屋要缴税 缴税期限到5月31号 提醒民众要在期限内缴纳 以免逾期受罚 机场新晓清 陈信龙台北报道 好 继续来关心的是 立法院召开了 核四跟电价的公厅会 出席的立委和学者专家 就停建核四到底缺不缺电 激烈的辩论 经济部指出呢 目前核电每度成本0.72元 还是相对低价 不过也有与会的专家并不同意 认为发电成本不止燃料 还有输配电等成本在内 处理核废料的成本是更大的负担 又立委指出 美国就有把核电厂 改为燃煤电厂的潜力 政府不应该只提供 核四停建一个选项 应该把所有的资讯 都对社会来公开 好 另外呢 是英华威公司在苗栗院里 设置了风力发电机 遭到当地居民强烈的抗议 因而批评民众反核又反绿 不过引发争议 面对业者拿台湾又反核又反对绿能的指控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认为 业者绑架反核论诉 强调呢 大家不是反绿能 而是反对不与当地的居民 沟通协商的绿能产业 那才是在阻碍绿能的推动 当地的居民也说了 整个风车设置的决策过程完全不透明 风机设置的位置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他们四处成情 政府缺斗不理 痛疲政府根本就是在掩护财团 居民强调 他们是战成绿能的 但是不能够因此牺牲了居民的权益 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带来关心的是 有厂商在村长还没有跟居民完成沟通之前 就任意地开挖了 蓝宇东青部落的三坡地 引发居民到乡公所抗议 现在已经是暂时停工了 出发居民的权益 出发居民的权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站 origine bedeutet 咱们发居民乐团 获得 浮生骨羊业纪 我是Sinaiyan 我带着一把吉他走进部落 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好朋友 怎么来的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部落 看到了无数的工艺精品 跟着部落风让我们一起来看见部落 充满创意的天空 每周五晚上十点 王红们的部落风带你放轻松 哭哭哭 看到阿美子的打击月框 我觉得很有趣 我也好想住住看石板屋 同屋的建材应该都特别好 对不对 刚刚晚上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就叫做海盗米 好 继续回来 来关心的是八八重建区的问题 三年多前的八八水灾 有高雄市山区的居民 入住了永久屋之后 保有原来山区土地的产权 不过有高雄市议员就发现说 既然山区的土地无法再利用 但是有原住民族人要把土地卖掉 市议员就要求是否应该要来重视 但是市政府表示土地是私有的 原住民籍的地主要不要卖地 政府无法介入 八八风灾至今已过三年多 住在大爱永久屋的民众因为同时拥有永久屋及部落的房子 看土地 日前有传闻有意将部落的房屋及土地做买卖 让灾后依旧住在部落且没有永久屋的民众感到不公平 高雄市议员伊斯坦大贝亚富政府针对变卖灾区房屋及土地 希望高雄市政府相关部门能深入了解并重视问题 政府有定莫拉克重建条例的规定 还有企业的规定 都法奇是业务执行单位 所以都法奇要有自己行政权上的考量 如何避免发生 山上他们原来有的土地或者是建筑 这是属于私权的部分 政府不会去干预 所以他可以去运用 部落的房屋及土地是属于私有权 政府不会干预 所以并不会因为拥有永久屋而丧失权力 但都法局长强调会协助安排灾区民众进到永久屋居住 就是因为房屋及土地安全堪率 记者母定高雄采访报导 另外在兰宇东清部落 有居民看到两台大型的机具 任意的开挖一处面积大约600平方公尺的山坡地 当地居民表示 听说自己家旁边是要盖水泥浴瓣厂 但是要挖地却完全没有事先被告知 相公所表示 这项工程已经是经过土审会有条件的同意 才开始施工的 而条件其实就是要求东清村长 必须要跟村民来沟通 取得同意之后才能动工 但是厂商却在村长都还没有完成工通的程序之前 就已经动工了 引起居民的抗议之后 目前是已经暂时停工 两台大型机具 4月30号傍晚 5点任意的开挖 这是在兰宇东七段 七靠地段三坡地 面积约600平方公尺 厂商开挖土地 引来部落居民到场置职 并且要求工人马上停工 不过工人不但没有停工 还继续开挖 让部落居民相当气愤 5月1号早上到乡公所 要求乡公所说明 居民表示在传统领域 随意动土 就是不尊重部落居民 并且应该遵守云基法的精神 这块被开挖的土地 原作落在东清段七号地 地木为农木用地 因为蓝宇路面改善 及景观廊道改善等多项工程 作为工地临时预办混泥土场 及废弃土堆制场 相公所表示 选定这块土地 也是经过土审会决议 我们在今年的3月26号 我们有召开一个土审会 我们原则上同意 但是我们要请村长 召开部落了以后 我们再定 后来没有再部落定 今天是在这边很突发的 早上是村长跟代表 临时到上面跟乡长报告 然后才跟我们两位讲 所以我们也是匆匆忙忙 也是很期待说这一块土地 我们也要先告知我们的地方 蓝宇相公所农业科长林光泉表示 目前作业程序还在进行中 厂商还没有得到许可就开挖 相公所也很无奈 不过会尊重当地居民的意见 并且会折旗召开说明 记者想把李达胜 台东蓝宇采访报道 南投县长李朝青 他因为灾修工程涉滩被停止 而且起诉 而根据南投县政府的一份报告 就指出说县内总共有 一千四百多件的灾修工程案 但是到今年三月底 还是有四百多件 高达三成是没有发包的 而且其中的地区就在偏远的山区 每年台风季来临 南投信义山区的民众 总是烦恼又担心 通往山上的农路 每逢大雨就会大摊坊 另外道路摊得又修 修得又摊 虽然无奈 南投信义仁爱的村民 也只得被迫习惯 因为这样的景象 每逢夏天年年上演 影响生计 就连回家也没有一条安全的路 而这样的希望 在县长李朝青涉滩爆发之后 似乎更遥遥无奇 李朝青涉滩被停止起诉 主要就是拿了117件 灾修采购工程的回扣 虽然李朝青三月底被交保 不过当地究竟还有多少灾修工程 没有完成 根据县府的统计报告 101年南投历经了6月的泰利台风 8月的苏拉罕天品台风 一共有36亿 1400多件的附件工程 不过到今年的3月 还是有400多件 高达三成没发包 那改工照料以后 就是如果没有人来 你就要重新上网 那你如果是用溢价的 那你可以去找 找包装来 那当然就会比较快 对不对 虽然幸福表示 到目前为止 总体发包率 已经达到了八成以上 不过还是有近两成没有发包 而且集中在竹山 渡谷 仁爱等山区 因为地处偏远 施工困难 厂商承包意愿很低 因为仁爱心力 都是比较偏远 对不对 那比较偏偏偏远 里面包装 其实做他会挑 他觉得比较好做的地方 工程建筑多的话 包装他会挑 比较 就是道路比较方便 然后材料比较方便 运送的 包装会挑 根据规定 如果招标困难 应该向行政院的工程会提出展颜 免得工程预算被中央收回 是否说会反复的上网公开招标 不过和反复的灾收相比 加强工程进度和品质 来挽回民众对公共工程的信心 似乎才是眼前最迫切的 继续来关心立法院的消息 立法院冻结了行政院 原民会的原住民族 综合发展基金 因为认为说 原民会在管理绩效不佳 所以要求改善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一日审查102年度 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预算 一共齐案 其中包括原住民族 违新贷款 信用保证业务 购物贷款 以及就业补助等相关的款项 原本遭到立委 陈其迈 段一康 李俊逸等 提议冻结删除的款项 包括综合发展基金管理 及总务费用 不符合收支保管 及运用办法中 定期三个月开会的规定 营运效果不佳 三减七十万 公益彩券回馈 经促进原住民就业 相关经费原本编列一千万 经过详查后 发现只需要两百五十万 三减七百五十万 原住民违行贷款 原本编列三亿元 占各项贷款及信用保证业务 预算百分之七十七 比重偏高 会强化预算效用 冻结五千万 就业职讯相关计划费用 具体说明成效过于简略 加上过去行政员民会 办理各项计划均以短期就业为主 成效不大 冻结约两亿五千万元 我建议主席啦 我们就是 这些全部都冻结三分之一 然后专案报告之后 再通过啦 好吧 这个里边都牵涉到 直接要给这些救服员的 这些费用啦 包委员 我们原住民在就业上面 就非常需要支持 我们没有要删你的预算啊 我知道啦 但是能不能够 不然我们做书面报告 行政员民会主委孙大川 频频为删除和冻结的经费缓辖 也表示从一百年开始 就没有提供原住民族人短期就业 但这几项经费主要是运用在社工园 旧服员文化馆及山林守护员的费用 若被删除或冻结会影响到四五千位族人的就业机会 大家对原住民的预算没什么意见啊 只是希望你们更落实更有效 不要花很多钱在做没有效的事情 我们包括他的执行情形跟改进方案 那我们请原民会提这个书面报告 好不好 最后主席做书决议要求行政员民会 将综合基金各项款项的执行情形 改善方案 以书面报告提出几个动支 记者 当日不赛 立法院采访报道 好 另外五都升格之后 五个直辖市内的五个原乡被改制为区 失去了原本公法人的地位 区长不能明选 必须是政府官派的 也几乎是失去了预算权 立委持续就要求内政部要来修法 不过内政部长李鸿源表示 让原民区恢复地方自治团体地位的相关法案 已经立定了 草案出来了 但是还要看行政院会能不能通过 唐云县即将在今年底升格为第六都复兴乡 也即将变成复兴区 立委高清孙美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就质问内政部长李鸿源 计划恢复原乡自治地位的进度 也痛批五都升格后剥夺原乡 主人的参政权是违宪的做法 你把这个五个区区长 他的选举权把它剥夺了 其实是违宪的 内政部长李鸿源则表示 目前内政部已经拟定好 将原住民族地区恢复自治团体的 地位相关法令草案也要在与五都的首长进行协商 不过最后还是要交由行政院审查 请问什么时候送到物业里面 我们随时可以送出去 送了吗 还没有 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先跟五都 根据这个版本跟五都在做协商 那以我们目前跟这几个都的这个协商的 目前的结果是 这些首长基本上反对的意见不多 大家都认为说 它可以回复变成原来的三地相 可是问题是那个自治团体已经被注销了 所以它不是回复的问题 而是我们必须要另外重新再建立一个这个自治的这个实体 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地位林正二也认为五都深革后 不仅是剥夺山地原乡主任参政权 就连平地原住民在乡镇市民代表的参政权也上司 要求内政部加速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的严拟 第一个人是谁呢 我们平地原住民啊 现在桃园县 桃园县有十个 这个乡镇市 有平地原住民的乡镇市民代表 今年年里之后 全部改成区的上 这个代表就没有了 不管是公共建设啊 这些服务啊 都有一点落差 所以才会 我们基本上不反对 那只是说恢复 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 对 接下来院长希望说在之后的两个礼拜哦 要扩大可能那个财主单位啦 还有人事啦 还有经济部的几位首长 我们还要再开车 那那次有指示哦 就是也请内政部的同仁研究 看看那个五都这几个区哦 重新再恢复选举的这种可能性 那我想看部长也提到 所以在这一个礼拜 我们下个礼拜 应该院长会再召集第二次的这个会议 内政部长表态赞成 原乡恢复原本的地位 朝向先把五都恢复原乡自治地位的相关草案 与原住民自治法先脱工进行处理 希望在近两个礼拜内 能够送入行政院审查 另外由立委林郑二提案 修订有关储蓄互助设法草案 因为相关部会资料准备不足 为人进入逐条审查 主席李军逸才是择棋在审 记者达林普赛 在立法院采访不老 好继续来看的是 4月25号到18号 尼泊尔营展期间 主办单位举办了一场 原住民族媒体政策的方向座谈会 邀请了尼泊尔在地的原住民族媒体 新闻工作者共同来座谈 不过尼泊尔的国家 当地的原住民社会结构 是以父系的社会结构为主 重男轻女男主外女主内的规范 依然很盛行 这也导致在尼泊尔的新闻界 女性的记者跟男性记者的数量 出现了悬殊的比例 媒体前辈激昂地鼓励 年轻一代要为原住民族讲话 如果仔细观察台下 发现阳盛阴衰 还是男性比较多 如果来看看台上 一整排排排座 受邀上台发言的都是男性 由于今年的尼泊尔影展的主题 就是原住民族如何公平禁用媒体 主办单位埃法特别设定这个主题 不过现场只看见少数几位女性 例如这一位就是少数几位罕见的女记者 她已经在一家广播电台 担任新闻记者四年 曾经在一个以服务女性为主的 非政府组织工作过 她的爸爸原本希望她当老师 但是这位原住民族女性 选择走不同的路 有热情依然必须面对现实问题 Amatia Mila不但曾经在 以尼泊尔文写作的报纸当过记者 她也是少数拥有硕士学位的女性 曾经在知名的英文报纸 加德满都邮报担任过记者 对原住民族的发展也充满热情 但现在为了兼顾家庭跟工作 她选择成为接案为生的特约记者 在清晨如果走在加德满都市区 会发现很多人都会坐在自己家门前看报纸 但像这样的一份报纸 卢比10块钱 也就是大约和台币5块钱左右 不过这报纸里面的内容 几乎都是男人写的 因为如果根据尼泊尔记者联盟的统计 全尼泊尔大约有12000名的记者 但只有10%是女性 即便走在加德满都首都区 女性记者的比例大约也只有24% 当然在媒体里面当主管的更是少之又少 原住民族的女性到底应该如何禁用媒体 而原住民族的女性又该如何在媒体里面 发挥女性观点的特质 即便到现在许多读者看报纸 但是都无暇思考这样的问题 记者Glas Garro 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采访报导 土利尼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多位的立委 他们陪同教育部长蒋伟宁 到花莲考察原住民族地区 各级学校的教育状况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带您来了解 原住民族地区长期以来面临 公共托育体系攻击不足 行政远民会因此推动部落托育班 但因为不符合国家托育相关法规 已面临关闭 但屏东县无所部落托育班 能够困境 在今年顺利转型成为 教育部立案的市区互助教保服务中心 部落内的教保中心 能够给水龄前的孩子 哪些教育内容及照顾服务 能不能有趣经营呢 请锁定原地发声 中文字幕提供 你知道是谁偷的 女生 穿短裙 这里有喉咙刺青 你们要抓怎样的人 龙温森的女孩 你挺很酷 要抓你们也会 你知道吗 我看过她 你看过 什么时候 我昨天还跟她视讯过而已 手机不在我这里 被一个原住民拿走了 上面有个身份证 上面叫我啊 爸 我跟你说 那今天 怎么又是你啊 你把她来干嘛 你们认识啊 亚布 每周六晚间九点 城市恋人 原市十六频道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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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说这个雷射光 雷射光到底是不是直线前进 那小朋友呢 只要你能够把田拼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 我们红路是怎么做的了 好 继续回来带来 看的是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昨天安排了立委 前往花莲县来考察 原住民族地区各级学校的教育状况 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所以从小的教育资源与栽培相对重要 一日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多位立委下花莲县考察 原住民族地区各级学校的教育状况 到了原住民族学生重点学校 以及东华大学的原住民族学院 对偏乡地区教育重视的教育部长江卫宁 也一起陪同听取学校师长的意见 我想我就必须第一手来看看 这些小孩真的他的学习 是不是有这些状况 当然我知道一定相对弱势的 在这些资源各方面 其实也许都有不足 来看就是说了解这个状况 未来我们推动所有的政策 能够把这些思考放进去 能够把教育做得更好 一行人一早来到了花莲秀林乡秀林国小 宇乡内以及新城乡国中小校长座谈 就有原住民旗的教师担忧 偏向原住民教师缺乏 将影响学生们文化学习上的不足 在原住民的学校里面 包括原住民的教育 其实有它实际的特殊性在那里 是不是这几年 看看部里面 有没有办法成立 看几届培养原住民师资专班 来解决这个问题 立委口文集也在现场表示 多位立委都关心 原住民旗教师断层的危机 已经对原住民族教育法做修正 针对原住民族地区中小学教育班 及重点学校 专任教师以及代科教师 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的政策 六个委员都很关心 我们那个原住民族教育法 包括民进党的林嘉隆委员 李同豪委员 几个都在那里 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通过 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原住民族的 这个师资不要断层 立委政天才也针对各学校所提出的问题 提供意见 并表示未来也会在立法院内 替偏乡地区争取更多教育资源 怎么样把相关的资源都能够尽量能够投入到 所以不是只有看教育部跟言明会 只要跟这个戏手的发展 原住民族学院的发展 都有关系的部分 大家都一起来努力 立委们对原住民族教育不遗余力 这一次下花莲考察希望能更深入了解 偏义乡地区的教育需求 接着怎么在巴扎克 花莲秀林采访报道 好 看到多位的立委跟教育部长到花莲 所以有学校的校长跟大学教授就赶紧的趁着机会 向相关单位来表达他们学校的需求 这次多位立委与教育部长下花莲考察 到了秀林国校 并邀请乡内学校校长齐聚一堂举办座谈会 而各校的校长也藉由这次的机会将学校的需求提出 希望中央单位能够正式偏向教育资源 让孩子们能够有好的教育环境才不会输在起跑点 因为我们在海边红土操场必须三年就要翻修一次 那个红沙红土碰到那个风展 东北季风的时候 它都不在原来的位置都被吹走了 所以我们很需要说有一个安全的跑道 给学生来做提升人的提升 学校的操场积水一直是校长 两年前来到学校之后一直想把它改善的部分 所以待会儿这个部分两项需求也会一并交给委员 然后跟部长做报告 教育部长表示将会把各学校所提出的需求 带回部内尽力来协助 我请教育部员会优先的来做优先的处理 当然不表示说每一项我们都能做到 可是每一个学校我相信你有最优先的 你也稍微把你的优先序稍微排一下 我想这个就具体的提出来一个中整的这个需求 那我想我们会说进一步的处理我想尽力 另外一行人也到了全台唯一大学拥有 原住民族学院的东华大学考察 就有教授向教育单位表示 原住民族语言保存相当重要 学校都会聘请足以教师来授课 但每年都要向原民会申请预算 担心若预算没有通过 那学生的受教权该怎么办 我们师资的需求就非常多 我们都必须要找外聘的这个原住民的专家的 这个人才 甚至也到屏东 很感谢人民会每年都有我们这方面的补助 那当然只是我们得每年申请 我们会有一点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今年又 是不是真的可以得到这个补助 对于教师们的需求 相关大会都表示会协助处理 不过何时才能实质的让各学校受惠 或许还需要时间证明 接下来我们的巴掌 花莲秀林寿风采访报道 好 接下来来看的是花莲县封冰箱进谱部落 昨天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海祭 但是在今年的海祭 内部的阿美族人激烈的讨论 就是女性到底能不能参加海祭 部落齐老率领着族人 特别向祖林祈求 让部落青年妇女到修古鸾西 或者是海边捕鱼采食的时候 都能够得到庇佑平安丰收 进谱部落的传统海祭 每一年都是由部落的 妈妈的喀巴来负责 祭典前三天带领青年们出勤 利用足法撒网放网放鱼楼等等的方式来捕鱼 而所捕获的鱼全数都要分给部落的每户来享用 一些是留给男性在机场使用 我现在煮的是那个房鱼 是我们那个年轻人昨天下午去捕捕的 我们年轻人去捕今天的收获还不算多了 像去年的收获好像这个两个都满满的 进谱部落的传统海祭文化 部落的传统海祭文化 部落的传统海祭文化 进谱部落的传统海祭文化 部落的女性是绝对禁止到场来参与 否则会带来不幸 不过今年的祭典中的年龄阶级会议中 族人特别提出讨论 考虑让部落的女性也共同参与 主要是时代变迁 男女平权意识抬头 而这样的议题溢出令族人议论纷纷 各有不同的见解 有人忧心从此文化严重改变 部落的妇女则并没有意愿要来参与 希望还是保有原来的传统文化 在过去的这个 可是我们这一次有新的思维 是希望能够在家的妇女 妈妈们都能够来参与 当然这是一个创级 可是有违背历史跟文化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各种的管道 来做一个沟通 希望能够在男女平权的时代 男女都参与各部落的重要的活动 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太好的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承袭我们传统 部落传统的那种文化 会比较OK 你们女孩子并没有多大的意愿 说跟孩子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说 我昨天还问我们部落的那个老人 讲那个父女 他说这样不好 那个 就很像 就像乞丐要东西一样 因为毕竟 他们在我们的观点里面是 海记是没有女孩子来参与的 传统海记是否解禁 让部落的父女共同参与 会议最后并没有达成决议 只达成留到部落丰年纪会议时 再继续提出讨论 接着法律 花林丰冰采访报道 而这几年呢 不少传统的祭典上 就举办了猎捕动物的竞技活动 希望可以传承狩猎文化 不过缺招来动保团体的批评 今天有动保团体就公布调查画面 批评传统记忆中抓鸡抓猪抓松鼠等活动 有虐待动物之嫌 认为这已经违反了动保法 甚至是剥夺动物生命尊重 不过对原住民族人来说 这是传统文化 动保团体召开记者会之后 即将在周六摄尔季中举办抓猪比赛的 台东盐品乡承受了外界的压力 不过相公所强调 正式传统文化绝对不是虐待 也没有违法 活动也会照常的举行 这个原住民族人权内国法法 可以啊 内国法法的一个结果 就是在我们的原住民族基本法里面 基本上就已经包括 可以完全取来代之吗 它的格际 高度够不够啊 报告员 那个高度跟那个 大概都包含了 其实在我看来 它大概只吸纳了百分之四五十左右 重要的 具根本性的一些诉求主张 良心的主张 我们并没有拿进去 他好感动哦 对啊 也许是他的转 你为什么唱歌那么快乐啊 我不知道 因为唱歌实在太好了 是 你 你 可以留起那个五棍阿伯差不多 希望可以再造我们原住民电视台 洞甘游到 他們的重點就是 我們希望我們的表演 可以剪成廣告 不用了每個禮拜天晚上 七點半至九點半 盡情鎖定我們的 部落戲舞台 原住民等你來唱唱 Yeah 原室給您好音樂 只要是原住民傳統音樂 或原住民創作歌謠的MV短片 歡迎提供分享 原室與您共享原住民的好音樂 GWUGGGA NU always GA Ja 한데 ваши儕 Ziel MA Rrung MA Rung E MÁ Al air 好 繼續回來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台灣各地雖然雲量偏多 不過雨勢也明顯的緩和 但是也要留意氣溫還是稍涼的 中南部以及台東地區會有短暫震雨 出門的時候也要記得攜帶雨據 繼續來看的是詳細的三海跟雨夜氣象 因為既然雲量偏多 在那邊的大陸 下雨會不會無限 有什麼問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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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收看 欢迎收看 欢迎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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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